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快的又拉回 又很多股票出现上影线 昨晚上美国股市大涨500点 但这个地方 为什么台北股市冲高又拉回 原因是整个盘已经涨多少了 2900点了 来给我这字幕画面 台北股市上跪指数已经创新高 把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的师徒全部收复之后 还创下新高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投资朋友开始感到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很多强的股票冲高就拉回 冲高就拉回 而且大家喜欢做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 当冲 隔日冲 昨天创新高 今天就卖掉 叫隔日冲 当天买进 冲上去 他就立刻卖掉 做很短 叫当冲 所以这种情况层出不穷 你就看到很多股票 他没有连续性 他没有办法 今天涨停 明天涨停 后天又涨停 很少 重点 这样就算了 重点是 现阶段很多股票 他都是在涨那个 5月份 4月份 3月份 都没有动 而在底部横盘很久的 大盘涨了2900点 结果还在底部晃啊晃 都没有动的股票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是落后的 他本来就不好的 所以他展开的是一个落后补涨行情 竟然连群创 连友达 连联电都开始往上做一个大涨 结果呢 你不要跟我说 你前面就已经先买好再等了 这种几率实在是太小 但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人嘛 重点是这样子的人很少 而且这些股票 这些低价股票 再来盘面上让人家感觉到困扰的是 这个盘虽然一直在涨 但是他涨很多的股票都是 你不敢买的股票 为什么 他涨的是垃圾股 就是那种赔钱的股票 就是位阶 虽然是价位比较低 成交上小的 然后又赔钱的 好 那我先从前面开始跟大家报告 上柜 有没有 152.5嘛 创新高楼嘛 收复师徒了 好 上柜还在趋势还在走多 代表说盘方向没有变 如果这盘 他要休息 上柜一定会先跌 为什么 因为上柜的股票 股本比较小 内支 主力 大户 他们敏感度比较高 所以这个盘有危险 这个上柜指数 见高之后 他会率先拉回 后面大盘指数 才会跟着往下回 这个是3月3号 我们跟大家报告的 当疫情好转 全部师徒都会收复 来 今天几号 6月4号嘛 接下来 很快的 6月7号 我们要全面的解封 做什么 拼经济嘛 拼经济 印度6月8号 才刚开始要解封而已 是第一阶段解封 我们是已经到后面了 我们是连续4个周期 14天 14天乘上4个周期 全部 全部都没有任何一个本土案例 包含今天为止 所以我们早就跟大家报告 当疫情好转 全部师徒都会收复 没错嘛 你从上柜指数来看 不但全部师徒收复 还创新高 还创新高 好 这是大盘 2,016亿 今天 没有超过2,400 2,500 所以盘的量能 控制的还算不错 没有失控 没有失控 当然还是有机会 持续往上去挑战高点 但是还会 继续大喷特喷吗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不会 从今天这种创高 马上打回来 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 指数的空间 是有限度的 是有限度的 没有每天在过年 不会一直喷 所以他现在涨的股票 才从一些本来强势的 慢慢的换成低价 落后补涨的股票 尤其是这些乱喷的一些股票 小型股 好没赚钱的来 振兴拼经济 振兴光光 有没有 燦兴旅 旅行社燦兴旅 涨8支涨停板 从8.5元到今天几块 18.45元涨了10块钱 8.5元 这家公司之前营收是零 完全没有营收状态之下 连续喷8支涨停 结果你说老师 为什么不买这个股票 拜托你自己看一下 这股票今天才成交42张 前面到现在目前为止 成交最多的也不过200张 而且前面这样子一路涨 你根本就买不到 怎么可能买这样子的股票呢 更何况公司没赚钱啊 你看2740天冲 天冲就是洋葱啊 卖牛排的牛排馆 那个门是一间一间的收起来 而且在今年新冠肺炎 正严重的时候 还传出他有可能会结束营业 人家涨7支涨停 你看一下今天成交几张 33张 从他开始涨到现在 成交量大概没有1000张 7支涨停板 夸张吧 13.85元到今天27.4元 什么时候要突然跌回来不知道嘛 公司会不会继续存续下去 也不知道嘛 好你看剑虎山 这更夸张了 请问现在还有多少人去剑虎山玩呢 涨8支涨停板 80% 那股价还多少钱 1.44 涨到2.84 夸张了 夸张了 真的 好 今天成交 这好你说这没有 这个成交量大了吧 1763张 好确实是比较大一点啊 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1块多的股票你敢买吗 你能买几张呢 好 那再来呢 你自己看一下今天涨停板的股票 仔细看一下 来帮我放大这画面 让大家看清楚 第一名三洋坊涨停板 每一股赔1.94 第二燦兴铝 我们刚刚提到燦兴铝一直喷嘛 赔1.58 每一股赔1.58 天冲 就是洋葱 那个刚刚给大家看这个牛排馆 赔1.58 涨8只嘛 荣华 你看赔1.33 信仓化赔1.17 有没有 建基赔0.64 有进 有进剩几块 7块多 7块多 也是赔0.53 然后你看秩序 不可能买这种股票 8块多的股票 浮华 浮华赔0.42 来你直接看一下 建湖山 建湖山赔0.4嘛 剩2.8嘛 安克 赔0.3 21块涨停 台波赔0.29 元龙 赔0.13 去龙赔0.11 有没有下面包含什么 泰茂啊 好友训 有经济权之争 他也是赔钱嘛 今天来要14块 直接光是涨停板 这情有可原嘛 那比如像这个红铃 灵红啊 有些人没听过什么股票嘛 12.45 来各个字幕画面 所以你看今天盘面上涨停的股票 大概有超过一半 都是低价股 而且是赔钱的公司 赔钱的股票 这样子的公司 这样子的股票 你买了 第一个你敢买多吗 你敢买多吗 再来是你买的安心吗 买的放心吗 你敢报吗 你有办法这样子 这样子一路报上去吗 不可能嘛 基本上大部分这些股票 我们都只能看看就算了 看看就算 因为这不是名门正派嘛 不是名门正派嘛 所以我们股民大队团队 重点是把什么 就是我们锁定的是 价值投资 有获利的公司 有赚钱能力的公司 他必须要有 长期经营的能力 买进之后 你可以安心抱牢股票 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嘛 我们追求的是这样子的 好 比如说像我们分享给大家 一样是这个 观光餐饮饭店的 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2723的美食KY 你看 今天也是创下 本波段反弹的新高 新冠肺炎疫情这么严重 第一季 他还可以赚0.36元 好公司嘛 护城河购后嘛 国内国外的分店 台湾四五百家 中国也四五百家 有没有 包含像美国 美国家数比较少 但是人家有赚钱啊 咖啡 是不是每天都要喝 日常生活中 从日常生活中 少股票嘛 创整个反弹的新高 而且成交量明显的放大嘛 锯顶 有没有 跟大家分享 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三花锯顶嘛 锯顶暗示的明显 今天也创下整个波段反弹的新高嘛 人家第一季也赚0.91元 成交量也够大啊 也出来啦 让你 你随便想买多少 都可以买多少嘛 他也没有掌听板让你买不到嘛 反正就是突破往上 跳空缺口 你看三天 两个多方缺口 是蛮强的一种走法嘛 好啦 松翰 你自己看一下松翰 松翰 第一季赚0.86哦 赚0.86 结果今天开小高之后就往下走低 为什么 又有人在当冲啊 又有人在冲来冲去啊 你自己看哦 这不是当冲 是隔日冲 当然有一些当冲的人啊 你自己看一下 他营收上面这个蓝色线 营收往上用喷的 看一下他营收年增率 多可怕啊 4月份营收年增89% 3月份年增79% 耳温腔 耳温腔的这个MCU微控制器 最重要的产品 你自己看一下 松翰昨天外资买多少 1902张 前一天买171张 外资大买 那为什么今天是跌的 为什么今天是跌的 又有人隔日冲嘛 又有人隔日冲嘛 所以我想 业绩还没有公布啊 我想可预期的啦 我的研判是5月份的业绩表现 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耳温腔订单是持续的满载嘛 持续的满载嘛 所以我想 5月份业绩表现很好的情况之下 那很多人在那边冲来冲去 甚至于说看这个盘 今天早上一开始估量比较大 可能2400 2500 吓到了嘛 吓到了嘛 就往下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好 当然这无所谓啦 今天你看 你看一下左手边 前面那个地方 横盘横盘 盘一个月之后 到5月份 5月初啦 要公布这个4月份业绩的时候 他也是先往下洗嘛 有没有一根突破之后 他往下洗 洗完之后 隔个两天他又往上喷一段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昨天也是突破啊 也是突破整个横盘区间嘛 结果今天又往下打 高点过高 低点破地 哇 这个真的洗得蛮凶的啦 除非 除非他把前面这个平台去跌破 好 那我就认了嘛 那我就认了 但是这个地方 搞不好横盘整理之后 业绩一公布 确实我们预期表现非常好 他搞不好又冲啊 好这是跟大家交代一下 这个我们跟大家提过的 松岛菜菜子嘛 松汉 再来你看哦 其实很多股票啦 不然像6456GIS GIS昨天创波段新高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嘛 Mini LED的这个SMT打建的新订单 来125块 昨天创波段新高 今天跌3.2% 他也滚下来了 为什么 一样啊 隔日冲啊 大家都做得很短嘛 都做得很短 来你自己看一下 投信 你自己看他投信 中间这一排 投信 帮我放他这个画面 你看投信买多少 每天买 每天买 一直买 一直买 从这个5月21号开始 104.5到120块 你看每天买哦 每天买 外资 有没有 他有时候买有时候卖嘛 可是你看外资6月2号 他买1790元 然后6月3号 卖446小卖嘛 可是你看投信 始终如一一直买 各个字这种画面 所以做股票 不一定要常常当冲来当冲去 你如果要赚波段 要报长线 要赚大的 你就是看准整个趋势跟方向 下半年Mini LED 一定是这个产业趋势跟方向 是正确的嘛 所以没必要杀进杀出嘛 就像我们跟大家分享 我们家有成员 有买进这一档亚通 确实这档股票 第一根长红表态之后 第二根上去之后 它开始滚下来溜滑梯 看起来好像跌很多 实际上它其实就是在 10%左右的正幅之内嘛 因为这家公司它要发行CB嘛 可转换公司在 发行可转换公司在 有一个特色 一个特色 就是说公司董事会决议要发行之后 要发行CB的前一个月 股价它必须要维持稳定 大涨不行 大跌也不行 所以它股价就开始慢慢的 呈现一个横盘整理 像今天横盘整理 已经到末端 往上站上这个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 KD指标低档黄金交叉 我们跟大家分享 就又有人想要挡从它 你看它接到10亿元的工程大单 重点是今年跟明年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 它进入获利的入账高峰期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报告过吗 它接到菲律宾电厂 三渡西的冷却的系统工程 这个系统工程明年的上半年 它就要完工了嘛 而且它一到四月份累计营收 是创23年来历史最高 结果呢 你看上去之后 有没有一上去站上所有均线 有没有这个地方站上所有均线 5日10日20日 结果尾盘又有人把它卖下来 为什么 就有人喜欢当冲嘛 冲来冲去冲来冲去 你想要赚大钱就不要一直当冲 好股票抱着 最终这个公司的股价没有 它会反映企业获利 所以我们是看好整个长线 波段的一个表现 其实现在这个CB定价结束之后 通常CB一般来说定价 它那转换价格 CB叫可转换公司债 可转换公司债 就是说你公司发行一个债券 这个债券不用给利息 那这个投资人买了这债券之后 未来它是有一个权利可以把它转换成股票 转换成股票的这个转换价格 通常会比现在你看到市价还要来的更高 还要来的更高 好那这个债券持有人 等到这个股价涨超过那个转换价 比如说现在是34.25 转换价假设啦 它就可以赚到这个利差 所以转换价格一定会比较高嘛 所以你不用担心 接下来股价的一个走势 重点是这家公司 它是企业获利表现是相当的不错 不错是在未来不错 明年后年 它是一个获利路上的高峰期嘛 好所以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嘛 坚持价值投资 好公司买了就爆了嘛 重点是产业的趋势跟方向对不对 产业趋势跟方向只要确定是对的 营收获利它会步步高升 股价一定会反应 一定会反应 所以你不用去买那个什么 什么像什么 易游网啊 燦兴网啊 或是什么剑湖山 那个个位数的股票 你不用去羡慕那个股票 连续喷了5只涨停 6只涨停 7只涨停 8只涨停 那个涨停 你是看得到吃不到的股票 看得到吃不到 而且你也不敢买多啊 你也不敢买 就算让你真的运气好 买到一两张 那又如何 不会变有钱嘛 不会变有钱嘛 而且也抱不住啊 抱不住 好比如像我们跟大家分享说 接下来什么股票 亚洲之光 不是亚光哦 不是亚光 我说股价净值比0.8倍的公司 昨天27.95 27.95 净值33.56 专门做半导体无城市的工程 4月业绩是创近4个月的新高 股价开始 我说开始有暖身哦 感觉上要替这个5月的业绩开始暖身 有没有 结果今天开盘又开低了 奇怪啦 怎么那么多人 前一天涨 今天又把它卖掉 又开盘往下开低震荡 你要卖可以啊 让你卖啊 卖光之后尾盘 人家重码收走了 尾盘就拉起来了 神龙百尾 有没有 神龙百尾 仔细看一下 亚洲之光 有没有 横盘整理 昨天是往上跳 横盘 出现一个多方表态的多方缺口 往上跳 成交放大 哎 量很大哦 5000多张哦 5000多张哦 放量 突破之后 今天往下震 你要卖让你卖 卖掉之后 又拉高 收盘收最高 明天会不会放大喷 有可能哦 成交只要再放大 他可能就喷出去了 所以我想 股票就是这样子 不用杀进杀出 我们看的是一个 比较长线 波段的获利 买到对的股票 重点是你要买的 心安理得嘛 所以 有没有 这个是 看起来好像很像嘛 左边是什么 龟 右边是鳖嘛 我要给大家表达的意思说 股票啊 就是不要换来换去 只要买到对的公司 对的产业 有获利 有赚钱的 你不要羡慕别人 不要羡慕别人 否则 股票换来换去 追高杀低 就会这样子 抓龟走鳖 你想要把这只龟抓起来 这个鳖就跑掉了 就跑掉了 好 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更多详细讯息呢 也欢迎投资朋友 持续锁定股民当家的 LINE群组 盘中期的讯息 我们会放在 Telegram里面 好的 也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